晚上12点到10点 你锁定是非凡商业台 非凡股市现场 玩风缺口 哇缺口 今天呢完美的封住了 那今天真的戏剧性的演出哦 到中午12点之前 大家觉得实在还有 无力的一个盘 但是呢受到了激励之后呢 这个台股尾盘呢激情的拉尾 甩尾啊到底该如何来看待 那当然了 因为这个叶伦女士呢 把印钞机给关了 马上 哎呀 日本央行在今天利率决策会议之后呢 要扩大宽松货币的一个政策 整个日股急速的往上拉抬 甚至日元也来到了 六年来的新扁的一个位置 待会好好跟大家做个研究 那真的是 叶伦敦完之后德拉吉 德拉吉之后呢 也看到了包括日本 那接下来会中国嘛 所以整个全球 大家在资金还有选股的策略 到底该如何来做一些调整 透过镜面来看看台股今天尾盘激情的演出 不可否认早上开盘之后 大概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然后呢在时间的时序来到了12点 然后快12点过后 尾盘的拉伸 上涨了86点 8974点 成交量851亿 那看到了金元双雄台积电今天股价来到了130块 还有呢金融股们 那还有一些呢油价走低的这些航运的一些受惠股 都是穿梭盘面的一个重点 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赶紧来欢迎是我们的K王 林星相 林总你好 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好 大家晚安 OK 那林总今天带来哪些重点的内容 跟大家做个预告 带跳空上来之后 一个导撞反转的这个形态 这个架构来讲的话 单单看陷阱 有做股票的大家都想买 至少看那个陷阱就知道说 已经不能再去空它了 那么碰触到这个压力区的时候 再来观察量价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的这个尾盘的这个偷偷吉拉 这个控盘的技巧是美妙无比 今天呢把月线给收红 因为今天要收月线 所以这个控盘的这个技巧 控的相当的美 但是这种尾盘的这种吉拉法 一般来讲不要开低就算美 好不好 下礼拜一啦 礼拜一的话呢 预估来讲应该是会开低的几率会比较大 除非那是美国这个强劲的这个大涨 那整体上面来讲 只要是不开低 那不是开低的话呢 开在什么地方都还算安全 待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OK 那接下来是这位 这个认真又敬责的赛车手 敬责贤你好 明天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那来看到今天的亚洲金融市场 哇 这个风云变色 真的是万圣节啊 是啊 今天是一个万圣节 所以呢 请各位特别留意一下 台股还有一点小小的阴霾 包含食安问题啊 包含国内是不是 还有个条款还没有放松啊 不过呢 未来是不是会常常出现 拉尾盘的状况 就请继续收看股市现场 OK 那因为今天需要很多的一个国际观 非常谢谢汉伟今天的加入 你好 明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OK 今天很热闹 对啊 今天可以看到 除了万圣节以外 其实台股市全流股市 有一些群魔乱舞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这个国际的一个资金流动 真的非常迅速 我们才刚刚讲说 后QE时代的来历 没想到今天日本央行 就跟你突然神来一比 所以这个也就代表说 其实现阶段整个国际央行的态度 我觉得会影响大家未来 投资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OK 私底下有说 他们这些总裁们 在玩萝卜蹲的游戏 就是这个轮流 而且还是无缝的 一个接轨的一个现象 对啊 所以我们如果有 所谓的印钞机概念股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 马上去做一个抢劲的动作 好 那我们先把今天呢 早盘整个市场的一个动静 透过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卷略的一个说明 小股民期待台股反弹 因为加上金管会力多 四件将上膛 结果台股专家看好 台股10月的月线 渴望力拼翻红 首先选举行情政府做多 台股30号小跌15点 八大观股就加码将近3亿 紧接着观察筹码面 建区安定 融资预额虽然小幅增加 来到1993亿 但仍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最后10月的成交量累计到30号为止 来到1.75兆 也比上个月一举多出超过500亿 从10月8501低点来看 到30号反弹近400点 31号将挑战10月月线收红 可能反弹到9100 美股大涨大户挑款渴望放宽的激励 31号台股开高 一开盘就收复8900点 股王大力光回神收复2100元的湿土 红海力称红盘 日月光也因为财报优于预期带动表现 不过金融股走势震荡 台股盘中涨幅收敛 外资高盛也锦上添花 看好雅股具有补涨效益 企业获利前景看好 以及油价下跌等利多的因素加持 高盛认为雅股的涨势将持续到年底 建议加码台湾中国与印度等亚洲股市 选举行情加上外资归队 这几天挥别惨淡10月的台股 有机会再创新高 记者邱一轩吴月龙采访报道 好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日央的这个扩大 再扩大的宽松货币政策 的确让整个市场有点点措手不及 那刚经验已经看到了 外资今天有买超台股 买超的金额有81.08亿 投信卖1.6亿 自营商买了15.24亿 那大家今天呢 真的在尾盘除了台股很留意之外 日股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大家 哇 情绪非常的一个激动 日经呢 也在他们的中午过后呢 急速的拉升 一度当然涨了5个percent 那同时呢 大家也看到日元的一个走势 在刷新了这6年来 这个新扁 扁值的一个新记录 一度来到111.3 这个是在今天呢 等于说在白天 这个整个日元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是不是把时间呢 跟林信向林总来看看 这个K王 我们当然这一波 全球的金融本来想说 昨天尘埃落定了 但是一点都没有落定 又尘土飞扬 对 因为整个大的 大的环境里面来讲的话呢 现在目前来说 比较偏向于就是说 警济是在复苏当中 但是呢 对于像QE退场的一个余虑 再加上呢 整个在欧洲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复苏的这个角度 看起来比较缓慢 这样的一个同时 那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地方就稍稍的 有一些保守的一个架构 这样的一个内涵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股的整体的一个架构 来做一个思考 也就是后面你的布局 要怎么样去走 来 我们来看一下月线 好不好 马上我们的这个导播 把我们这个月线 打出来看一下 今天控盘的技巧 相当的美妙 把这个月线 红色的哦 红色的这一根 红色的这个月线 把它给收过去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没有连带性的一个关联 时间拉长一点点来看 我们来注意一下 那么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大波动之后 回档下来 做一个ABC 你要算一个在这个地方 或者直接在这个地方 做结束 6609都可以 我们由这个架构来看的话呢 应该是在6609点 这个位阶呢 这个做这个波动的 一个下沙的一个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波里面的 最大量能潮在这 这个量能呢 居然是在启动的第二根之后 所出现的 由这个地方呢 那6609点 涨到波段的高点 9593点这个位阶 总共涨了32个月 那如果说用这个ABC坡的一个修正来看的话 ABC坡的这个低量潮在这里 所以ABC坡的修正 从这个地方上涨到9593点 21个月 所以由那样子的一个内涨来看的话 很有趣的是什么 整个波段里面的最大量居然是启动攻击这里 启动攻击量之后呢 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 这个环掌形的这个架构 那样子一个内涨 这种环掌形 基本上我们又看不到所谓的出货量潮 所以怎么去算来讲的话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回档 那这个地方的回档 到底是这个波动里面的三支式呢 还是相对应于整个是第四波 不管怎么样 三支式或是第四波 这高点好像都要过啊 这个以这个技术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呢 是应该这样子的一个内涨 特别是长缩脚线 一个长的一个缩脚线 缩红K 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的支撑力道呢 是相当的强劲 赶快来看周线 周线的一个内涨里面来讲的话呢 更有趣了 周线的整体架构里面来讲 事实上来讲 它的跳空缺口只有在这里 结果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但月线给它收红 而且呢 强力尾盘强力补缺口 把这个缺口全部补光 告诉你说 这个缺口叫做最后的捷径 最后的捷径才会在一个 第一波的一个反弹的波动里面 去把它补掉啊 否则的话呢 它如果是走EBC才补 或是没补的话 那就比较难了 所以周线的架构 我们看一下KT值 上个礼拜也跟大家特别报告说 周线都已经回ABC了 而且呢 已经回到什么 已经回到20了 这个地方没有道理 你再去偏空它 那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 也跟大家特别报告呢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就等待攻击量 来我们看日线 日线的一个内涵里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日线 我们说啊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 这个量怪怪的 这个量没有那么小 这个量很大的量 对对对对 这个量是这样子的量 好你看哦 第一档最长黑 带最大量 不破低哦 它收在8509 8501是前一根的红线缩脚线 带量的是隔天 所以这个来讲 一跳空上去形成小夹旗 机关枪的特色 这不是红色桥坦克 那至少是运出线吧 你如果读过日本 这叫机关枪 这叫做莲花座 对 莲花座它还不是六个底部讯号之一 但是运出线导状反转 机关枪是 这个就是属于导状 运出线就是大肚子 一根长黑之后 一个小红 那架构上别来讲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 说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说明 这两个是底部量潮 对不对 我们说很有趣 我们讲说 如果突破这个底部量的话 注意这里是620几亿 这里是650几亿 反而是这个位阶比这个位阶高 所以已经确立了说8501 是绝对的好的买点 所以如果说下来能破它的话 那会是更好的一个买盘的架构 注意这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当天的盘式出现三高盘攻击 攻击过两个低量潮的低点 确立了底部讯 再来这一天做一高破高高人高 收最高 那样子一个内涵 所以整体上面来讲 看了这个底 看到这个底打得那么美 单单看现行来讲 大家都想买 只要你是做股票 做得比较久的这个朋友 比较有这个有经验的这个朋友 都认为说 这么不能够 这么要买高票 但是要买什么 两个这样而已 是要买什么高票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有跟大家报告有没有 我说买最稳的就是买筹码股 所以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提示的时候 那个筹码买的 包括那个什么华航 提示的第一支 就是2409的友达 那种买法来讲的话 整个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华航或是友达 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 你看友达也是这样买的 他在这个礼拜 涨势也是相当的一件事 所以接着下来 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怎么样去挑选 这一波里面的这种强势指标是谁 不要想太多 很多股票还是很弱 因为什么 他的这个空头排列很明显 那待会我们来跟大家报告 哪些是领先指标 OK 非常谢谢K王请坐 所以重点是 谁来激情演出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来听听 静泽先生 很静泽来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 哇 缺口玩风 而且呢 这和美国股市和全球 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我给各位的一个字卡 很简单的 我们条列是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件事情呢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么这次我们犯了一个估计上的错误 在9月份的时候来到86 结果大家都说10月不好 10月不好 10月份结果前几天又说 估计是86.8 你不要小看这个.8 因为本来认为说它会往下降 最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图表会跟各位提到说 在这个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相对的美国痛苦指数 结果呢 是来到历史上的负50的低点 等于说以前100块买的东西呢 现在只要多少 现在只要50块就可以了 第二个部分就是今天最大最大 然后一下子大家马上吓一跳 日本呢 哎呦 抢着宽松 你关门我马上开门 我想这个部分后盘的时候 无缝接轨 无缝接轨 而且台湾马上就有日本概念股 等一下会跟各位来做介绍 那么刚才新向兄也提到周线收红 那么补了缺口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将来真的有机会挑战半年线 甚至我觉得半年线还不够 因为今天来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或许最大的利空后面 洗出来 那是所谓的最好最好的一个买进的低点 怎么去说呢 我们先从我们第一张图表 美国消费者幸运指数 跟痛苦指数来跟各位报告 跟我们发觉一件事 结果呢 昨天密西根又公布出来了 奇怪了 你一下子公布不好 害我们大家卖光光 结果你忘记看下面了 下面是美国的痛苦指数 有没有发觉 痛苦指数很难得看到接近一年 接近一整年 连两个 1.2年了 代表不痛苦是不是 不痛苦啊 美国全都 痛苦指数不痛苦 痛苦指数不痛苦的情况之下 有钱东西便宜叫做痛苦指数降低嘛 请问各位 是不是第四季的消费旺季就上来了 所以这一波9月份 那真的是个回答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补充一下刚才新香兄讲的 有没有美国的NBI指数的月线 请导播来帮个忙 NBI指数的月线 刷新高是吗 刷新高 而且月线呢 它是走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 是不是所谓的五波市的一个上涨 如果你去看美国NBI指数的一个月线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带来啦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要掉别人的 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我们后面会补上去一下 后面来补充一下 那没关系 我们直接看美国股市的道琼指数就可以了 OK 道琼指数呢 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提醒大家 因为道琼指数呢 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个15855点怎么冒出来的 今天是礼拜五了 难得静哲 今天礼拜五的时候 可以消息一下跟各位讲 上上礼拜五呢 美国疾管局一个家伙 说什么 他有阳性反应 上个礼拜五纽约一个医生 至少这个礼拜五 没有人得伊波拉 各位有没有发觉 当时传出来说 伊波拉病毒有多严重 有多危险 美国会死几千个人 结果欧巴马这一报 全部结束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美国道琼指数 现在几乎是V型反转 NBI指数几乎是两倍的反转 而且NBI指数 如果去看月线的时候 真的不要说3-4 3-5 真的有第五波 那美国为什么生技股这么强 我再强调一件事 美国有新的健保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跟它比 但是美国这次的生技指数 变成是整个指数的领导指数 所以我认为 直接回到我们台股来讲好了 台股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了 好了 就算我们不能跟生技指数 跟个纳斯达克 跟个纳斯达克要到这边来了 那还有一件事情 倒是我觉得还蛮值得 各位来探讨 很多人都说这里是景线 我觉得假如你把这里 当成是一个意外 刚才我们提到的 一波拉下来 结果一波拉回去的一个情况 美国是这样 那我们当初也是因为一波拉拉回来 会不会有这个地方 急速反转回去 那么甚至明年的 我们看到主技术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还是网上提到 那么明年说是3.51 所以虽然没有大幅成长 但是明年还是在成长的过程 我想这个部分 那么大家先把这个经济成长率 还有美国的消费者信息指数 抓起来的时候 其实经济最后还是要回归于经济 OK 那如果您没有看到这个NBI指数 明天周报 我们生计王子会跟大家仔细做研究 来请坐 谢谢你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那国际金融市场 在本来昨天认为 好吧 如期 这个叶伦女士 如期就是造表操客 但想不到今天日本央行 一点都不客气 这种非常手段 扩大再扩大印钞 对啊 我们再讲 美国的印钞机关完之后的话 现在是加快特速班机运到日本 那你就发现到 日本央行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它是真的有一些迫不及 在做印钞票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日本央行认为说 最近的一个油价的一个部分的话 持续在做一个下滑的动作 对于日本的一个通缩的问题 它有一个加大的一个麻烦 那我们认为说 日本央行在这边 做一个大幅度印钞的话 当然有机会去填补掉 所谓的QE 没有在印钞票的一个缺口 可是好 那刚好今天你来 那我们是不是 好 这个是日经 今天尾盘也是吓死人 也是都急速的 所谓汉地拔冲 那我们看油价 看黄金 看美元好了 我想这是油价 那黄金的一个部分 今天也有产生波动 本来认为是昨天 大致大家都可以尘埃落定 但黄金也是在今天大幅的一个波动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包括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部分 如果就油价跟所谓的金价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们是用美元计价的 那大家都知道 日元大扁会造成美元大涨 所以这个部分 对油价跟金价 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一个机器效果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号存在的 但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印钞的动作 它你可以关注它里面的一个重点 它说除了所谓的一个扩大购买国债 大概是30兆的日元 那另外一部分 它说要加倍买进所谓的 日本股市的ETF 跟日本的房地产的基金 所以它跟你讲什么 日本央行跟你讲说 没关系 你们股市不好 房市不好 没关系 我印钞票给你们 而且还指明 指定用途 对 所以我们在讲 房市跟股市ETF的相关基金 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 我们今天是所谓的万圣节 但日本在过什么 圣诞节 因为所谓的黑田冬年 它扮演 不给糖 不给糖就捣蛋 对 它现在是不给钱就捣蛋 我现在就撒钱给你们 你看日本股市要不要涨 要涨嘛 日本房地产要不要涨 日本房地产也要涨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说 我觉得啦 目前日本央行的态度 有点像神风特工队 所以可是 对 它不成功就成人 你看日元这样 真的就是神风特工队 对 反正它就打定主意 就扁下去 反正你只要通膨不上来 我就继续硬 看你要不要上来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 当然会造成说 整个一个市场 它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 短多的一个效应 所以大家会发现到 很猛的药 很猛的药 所以今天全球 亚洲股市 效的欧洲股市 甚至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都有很机会 很大的机会 往上去做一个创高的动作 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 像美股的部分 我们刚前面 老外兵都有提到 美股看起来是一个 B型回升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原本都比较担心说 美国股市到这边 好像没有什么动能 在网上推了 因为没有印钞票了嘛 那现在日本人跟你讲说 没关系 你们美国没有印钞票 我日本人印钞票 来买你的美国股市 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大家可以看 美元指数走强 代表就是说 资金有可能从日元 流到美元 那美元就开始有 日本人的资金 不断进来的话 美股就有机会 做一个创高的一个动作 但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就整个盘式的格局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最近整个外资在 现货大买的同时 期货反而在这边 有一个加空的一个动作 甚至说今天整个期货 还是持续 现货还是持续大买 但期货的部分 只小幅度回补了 127口的空单 也代表说 整个外资在这边 它避险的一个态度 似乎现这段 避险的一个目的 已经不是国际股市的问题了 可能是来自于 我们刚刚提到的 美元指数在大涨的过程 大家可以想想看 9月份那时候 美元指数大涨 那外资就一路避险 一路避险 所以这个我觉得 未来要观察 就是说 如果美元指数 持续在大涨的话 也许我们台股 就像刚刚讲的 会比较委屈一点 没有办法像 整个一个美股左右 回升的行情 OK 所以全球的一个资金 本来9月已经为了 因为联准会 这个QE要宣告 告一个段落 所以资金早就挪动一回合了 但今天日本的神风特工队出动之后 热情又要再挪动一回合 对啊 所以原本我们大家预期说 这个资金的party 好像已经要结束了 大家落幕 怎么要回家 结果没跟你讲说 来吧 我们来续担 继续来应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 当然对股市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OK 好 那非常谢谢了 请坐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留在下阶段回来 那刚刚呢 林信号林总 已经跟大家做了预告 这个不是大家都可以参与 这一场party的 到底呢 这种激情的演出 会谁来接棒 都会告诉你 日本央行今天意外宣布 扩大量化宽松货币刺激措施 将每年收购日本公债规模 由原本的50兆日元 提高到80兆日元 并且将持有公债的时间 延长到7到10年 消息提供日本股市 大涨超过了4% 日元对美元则是 应声扁破了110元 立委罗明才 昨天提出了 证所税的大户条款修法 将现行的售股 超过10亿元 及客税的门槛 提高到50亿元 目前已经达到 法定联署的人数 并且正式送案 国民党财委会 赵伟林德福表示 只要法案复委 就会尽快排案审查 行政院主记处今天表示 概括今年第三季 经济成长率达3.78% 创下近7季的新高 第三季的内需方面 9月受到实案影响 餐饮业营业额增幅 由第二季的4.58% 缩减为2.55% 不过因为输出 优于预期 第三季的经济成长概括 达3.78% 宏达店今天举行法售会 端出了第四季的财测 预估营收在 430亿元到470亿元之间 每股最后盈余 预计在0.07元到0.46元 今年全年每股盈余 预估达到1.31元到1.7元 同行店今天举行法售会 公布前三季最后盈余 11.74亿 前三季每股最后盈余 7.21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总经理吕少平表示 原先预估今年资本支出规模 将大幅扩张 不过因应检测需求 资本支出将递延到明年第一季 欧系外资出具报告表示 由于华硕的 智慧型手机定价策略积极 第三季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大约达到300万台 接近随意的平坑点 将平等由减码甚至持有 目标价由266元 提高到308元 港系外资 暢望汉维科在第四季的营运表现 预估第四季的营收 将会大幅激增9成 单机毛利率也将持稳 在7成左右的高档 带1600元的目标价